这个男人发现不对 他以为是风暴来袭 下一秒却是两条巨蟒扑面而来 高个子操起小个子疯狂逃跑 巨蟒喷出火焰 他们赶紧躲到柱子后面 趁巨蟒冲出去 跳进坑里躲了起来 他们灵机一动 想他办法 小个子跑出去大喊 吸引巨蟒的注意 眼看着巨蟒冲来 他女头就跑 他一路逃窜 灵活地躲过巨蟒一次次攻击 高个子看着失机 猛然跳起 托到巨蟒身上冲上头顶 那巨蟒骑士举刀就砍 搏斗中 男人用绳子将他困住 小个子猛然一躲 那巨蟒带着骑士冲下了悬崖 大个子却踩着尾巴 跑上了苹鼓 这是一个众神统治人类的事件 他们身材高达魁梧 能随意变成各种猛兽 国王老欧要传卖给大山 众神全部都道场恭贺 可老欧的弟弟赛特此时赶来 哭吃一刀 就让老欧隐恨黄泉 原来他不甘心待在荒凉的沙漠 他想成为新的国王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看着大山伤心的样子 就好像你手机里第六个表情报一样 大山愤怒地攻击赛特 投掷长毛是他的绝技 配合他的洞察之眼从未失守 可那盾牌发出亮光 将他的技能完美克制 大山不敌落入下风 他爆发潜力变成猛兽 而赛特也同样变身 双方玩命地互相攻击 赛特军队用出反光阵 刺得大山睁不开眼 赛特趁机一棍子将他干翻 他挖出了大山的洞察神眼 他高举长毛要将他弄死 却被爱神及时救下 代价就是奉献他自己 自刺赛特登上了王位 他逼迫凡人做骨功 为他修筑金塔 他废除前国王的轮回法则 凡人去世必须缴纳贡品 否则将失去轮回资格 这个男人跟着地图的指引 找到了王公宝库 可下一秒机关启动 他在刀光剑影中辗转腾挪 凭借灵活的身手躲过攻击 而他正前方 真是天空之神的眼睛 男人叫小帅是个苦力 他的爱人赛亚是女佣 这一天 他们在整理图书时 偶然看到了皇宫设计图 那里是大山神眼的存放地 赛亚希望小帅盗出神眼 只有帮助大山重为皇位 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大山藏身在黄金宝藏中 顺利溜进了宝库 他躲过重重机关 顺利拿到大山的神眼 他带着赛亚想要逃跑 奴隶主却一箭射穿了他的心脏 小帅抱着爱人找到大山 用神眼做交换 希望大山能救回爱人 可爱人的灵魂已经被死神带走 他将神眼交给了大山 而大山告诉他 只有国王才能命令死神 为了打败赛特 他们攀得上高风来到山顶 大山化身成神 带着小帅来到太阳神仓 太阳神真是大山的爷爷 他不仅要控制日生日落 还肩负着驱赶虚空巨兽的众人 爷爷十分繁忙 无法顾及其他 大山只能取点造物之水 希望浇灭沙漠之火 那是赛特的力量源泉 赛特也发现了神眼丢失 他黑白巨蟒追杀大山 在大山跟小帅的配合下 直接把白蛇坑下悬崖 这面对黑蛇之时 大山的妻子爱神赶来 他挡在黑蛇面前 一句话就让黑蛇喷火 烧死了自己和主人 原来他掌控着世界的情感 能蛊惑所有单身的生物 他们找到智慧之神托特 用激将法让他加入队伍 穿过沙漠 难道赛特神庙 沙漠之火就在神庙之中 贝壳穿过轮转不锈的砖 跳上佛空散落的沙梯 男人要浇灭沙漠之火 但这里还有一位 强大的守护者 想要靠近火种 必须要回答他的问题 如果答错 所有人都将被吃掉 但有智慧之神托特在 斯芬克斯 显然也拦不住他们 直接回答 答对问题顺利过关 一行人正准备浇灭神火时 一架铁龙锁住了他们 原来这是赛特的陷阱 他已经猜到他们的计划 他拿走智慧之神的大脑 现在开始打造战甲 用守护神的翅膀 太空神大山的眼睛 智慧神的大脑 加上前国王的统治之心 他成为宇宙中最强大的神 连太阳神都不是对手 他夺走太阳神矛 召唤明界之蛇毁灭世界 大山带着小帅登上金塔 他先现身 吸引赛特的注意 小帅顺势偷袭 抢走了赛特站在上的神眼 直接扔给了大山 但自己却坠落而下 关键时刻 大山放弃神眼去救小帅 狂落中的大山 竟然觉醒抓住了小帅 原来神的力量不仅源于神器 也源于保护子民的奉献之心 现在的大山更加强大 一番激烈交战 将赛特打败 那金色的血液流得遍体都是 大山举起太阳神矛 直接送走了赛特 然后把神矛归还给太阳神 驱走了冥界之蛇 人家重新回复了宁静祥和 故事的最后 在太阳神的帮助下 小帅和他的爱人再次醒来 大山重新当上国王 他修改了轮回规则 从这一刻开始 人民的善行 将作为轮回的唯一标准